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 2017 Run to Love高雄捷运公益路跑 今上午在高雄市运大道登场 尽管天气寒冷 仍有超过5000民众热情参与 共同响应绿色环保与社会公益 高捷说明公益路跑连续第三年办理 今年赛事规划由马拉松42 3公里 半程马拉松21公里 今时挑战组11公里 健康休闲组5公里等4组 路线涵盖高雄代表性景点如寿山 西子湾 中山大学 院景桥 爱河等 其中全马祖及半马祖跑者 还能跑进高雄左英海军基地 一睹军区风采 全程马拉松回程路段 更可享用沿城区之名 在地卤味 肉粽等热食 主办单位指出 今年超过5000位民众热情响应 并由高杰人气小编组成的 男十字星团体以活动代言人身份 带领大家起跑开场 传递幸福正能量 现场也加码抽出旅行 设澎湖四天三夜机 就双人自由行 航空国内外来回机票 及潮牌修行鞋等丰富奖项 让跑者满载而归 活动赛事结余款 将全数捐赠与创施基金会 高杰董事长郝建生表示 高杰秉持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长期响应公益 期望透过大型路跑活动 号召大家为公益 为弱势团体而跑 并踊跃搭乘捷运 共同为环境及身体健康努力 感谢观看